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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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觉得我得说实话我是不怕大S但是我有点怕小S的MMR 小S有什么不怕其他的吗 那咱们三个真的应该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吗 他两个一直跟我说说其实你们两个里面他是比较强势的那个 但是为什么给我们的印象你是其实是更就是更前突的那个人 因为表演比较外放的人就很倒霉 加上长相就是可能过于漂亮或者是就是太突出的人很容易被人家误以为是某种个性 就像我们两个主持康熙来了 大家一直说小S好犀利小S好爱怎么样怎么样 殊不知我们节目中可怕的人是蔡康勇 因为访问已经进行到走投无物的程度他就会说小S你看到人的肌肉 还不错吧是你的类型吧要不要摸一下 当下我真的也没有想要摸 可是他就这样一cue 你是说我不能顺着他吗 小S你觉得马东的肌肉怎么样 他现在穿这个外套 我觉得节目应该继续下去 你有在我身上身上转过吗 经常 但从来没被你 你说你有被女人揉过 没有 所以你期待是不是 我不拒绝 我不拒绝 但我也不是很亲自答应 可是我们看完你今天的表现之后 有幸努力 因为上一集你好像有说 你今天要加入 就是辩论的行列中 如果你在辩论当中突然激起 我想人烟尼那个欲望 我也不会抗拒他 可是我还只要看你的那个口才 也没有激发我的手指 我期待着 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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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结束 让我们进入这本期的辩论吧 题目 题目也已经不重要了 下面我发言 下面我发言 这是一个东西奇怪的节目 关键是我们还有一个大胆奇怪的赞助商 叫有范儿 感谢有范儿 冠名赞助奇葩说 同时要感谢古丽多燕麦牛奶 赞助奇葩说 谢谢 好 本报说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本场见题 我是范范 一个独自北漂的职场新鲜人 一个志在四方的大龄女青年 上班 吃饭 睡觉 打斗 我的生活也过得潇洒自在 但最近 我平静如水的小日子 仿佛被淘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我爸会用朋友圈了 于是我的生活就变成了这样 加班宵夜吃了小龙虾 我发了朋友圈 喂 爸爸 女儿呀 爸爸看你昨晚夜宵又吃了小龙虾 不要总吃夜宵 夜宵对身体不好 尤其不要吃小龙虾 爸爸在朋友圈看到小龙虾 都是吃吃吃地挡大的哟 我的天 给我叫醒就为了说这个 早就屁咬了 屁咬 屁咬了 能不能有点常识老爸 是的 爸爸 谢谢爸爸 爸爸 你最好了 好爱你哟 摸摸摸 拜拜 第二天 和同时去夜店 我发了朋友圈 女儿啊 你昨晚怎么穿得那么暴了 好 女孩子不能去递听呢 女孩子要女孩子的样子 我会全光转来一个 女孩子要知道十件事 写得非常好 去看一下 最不行啊 女孩要知道的十件事 男孩要知道的一百件事 父母要知道的一千件事 您的女儿正在与时间和生命赛跑 你知道吗 爸爸 你知道吗 第三天 和男朋友吵架 我发了朋友圈 喂 女儿啊 最近怎么样 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你妈妈看你朋友圈 一夜没睡好 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和爸爸妈妈说呀 唉 每每每有不顺利的时候 我着急他们上火 我伤心他们流泪 我无数次能的想法 我无数次能的想法 我爱 你觉得我们这一组是关鸡糖的主持的吗 怎么可能 对面的场面 那个撒鸡汤 多点放点盐 我们几个啊 都得给整点辣椒面子啥的 这句话应该仅仅针对陈明老师 就是觉得如如有的时候 你别看他长得漂亮哈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他也会撒点鸡汤 老师买点鱼汤 鱼汤 要撒鸡汤 切可撒 接下来听这集 饭天咸也来撒点 你这回要撒鸡汤呢 胡椒鸡汤 我从来就没有什么鸡汤不鸡汤 到我这就是肘子 就是锅鸡汤 就是小鸡炖蘑菇 好 现在我们开始 正是这个辩论之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影片的女主角 她是我们组的一个编导 目前就坐在一排艾套 她决心用这个片子 来冲击奥斯卡 这个人只能用四个字 来形容她的心情 叫丧心病狂 对对对对对 来看一看题目 叫做朋友圈要不要屏蔽爸妈 正方要屏蔽 反方不要屏蔽 现场一百万观众 红蓝键请按键 谢谢 观众好像目前是反方 趋势是反方多 我们要问问三位 小S 你用朋友圈吗 不用 你把你的微信号说一下 你觉得我质算有多低吗 你自己会发朋友圈吗 我偶尔会发一下 可是没有到沉迷的地步 发一些自己觉得自己很漂亮的照片 发完之后也不会管其他人的回复 就是既骗她呢又骗自己大概那样 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假装要跟大家互动 其实你也不是很在意别人 对只是想要爽一下而已 爽一下啊 你知道上次你妈来了 是你姐姐在这儿录像的时候 是 你妈是经常去看你们录像吗 我妈 我妈她说 她是世界上最死忠的粉丝 然后我们只要听到我妈的笑声 就会很有表演的能量 从小就这样 是 所以你会屏蔽她吗 我不会屏蔽她 你的所有东西都跟她分享 因为如果真实的人生 你已经不想跟妈妈碰面了 然后在那个电话当中 你还要再屏蔽她的话 那跟她的时间会相比 不太少吧 如果在你年轻很小的时候 就有朋友圈这个东西 你那时候会选择屏蔽她吗 就是你犯错误的那些年代 当我有在做坏事的年期 我可能会屏蔽她 可是现在已经 没什么坏事可做了 就无伤大牙 可以不要屏蔽她 你等一下就要捏她 还不叫坏事吗 你听我真想吧 这是孝顺的孩子 好 好 所以小S选择的是不要屏蔽 不要 金姐 我个人感觉还是要屏蔽的 而且亲情不是在朋友圈里表达的 所以我觉得要屏蔽 OK 好 另一场鲜饼 要屏蔽 康勇哥 在S那边 这就是简单 直接选择了 不要屏蔽 现在是42比58 正方处于少数 正方先开始 你选什么方 你不是也要变色吗 我吗 我不用吧 直接捏就行了 好 好 你要可搏斗才能够赢得奖品 行吗 那我跟基金姐一方 好 好 咱们这一方是要什么来着 要屏蔽 要屏蔽 好的 谁开始 大兵 聊一聊这个朋友圈 要不要屏蔽父母 必须得屏蔽 而且是毫无悬念的屏蔽 很多00后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们80后小时候 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日记 是什么回事呢 有一个小伯伯 每天呢 在这个伯伯上 寄些今天干啥了 吃什么了 天气怎么样啊 但是到了初中以后呢 这上面就会寄啥呢 我喜欢谁啊 谁把我给踹了 这些乱七八糟的 其实严格点说呀 日记就是最初的朋友圈 只不过那个时候呢 日记是不能给任何人看的 但是我相信 全中国小朋友的日记 都被俩人看了 那就是你爹和你妈 为什么他们说 因为爹妈的能耐在哪儿啊 不管你把日记藏到哪儿 他都能够给你翻出来 当时候我学小兵章岗 我从我家墙上扣块钻子 我把日记放里边了 结果被我家人发现了 后来这个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我爸就跟我谈了 儿子 听说你搞对象了 然后还会第二天找到学校去 还会跟学校说 看好我孩子注意点啊 搞对象了 喜欢谁谁谁 这都是从我日记里边看着的 后来全学校的学生 都知道我喜欢谁谁谁了 尤其是我碰到谁谁谁的时候 他就会用 杀死我都不解恨的眼神跟我说 臭不要脸 臭流氓 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就是很中肯的 那个时候我非常地闹心 我非常地难受 就是因为爸妈看着我的日记 他才知道这么回事 多少年过去了 朋友们 我本以为这种教训 不会再重演 结果 除了一个叫朋友圈的东西 而且我还手欠教会了我的父母 然而我们之前还坐着在这儿讨论 朋友圈该不该屏蔽父母 朋友们 难道我少年时期血淋淋的 自尊白白痛苦了吗 所以必须马上就屏蔽父母 我们屏蔽父母 不是完全是怕他们知道我们的隐私 因为我们之间是有隔阂的 而且会产生很多误会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朋友的亲妹妹 她呢 是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 高晓松老师的死忠粉 有一天呢 她发了一条朋友圈 这朋友圈就写了六个字 高晓松 我爱你 结果正好被她爸看着这条朋友圈 当时就鸡眼了 打电话叫人 找了十七八个朋友亲戚呢 四里八村里就喊了啊 必须给我抓住高晓松 必须给我抓住 然后到一校去找校长 我跟校长说 你们学校谁叫高晓松 我出来 来 把高空 高晓松给我找出来 校长说我们学校没有这个人 没有叫高晓松的 不是 不可能 我姑娘都发朋友圈了 说她爱高晓松 肯定有这人 你别骗我 赶紧给我找她 后来我们那个实在没办法了 给他爸看看咱们第一期 奇葩说的视频 他爸才知道 啊 这高晓松是一个明星 转念我朋友他爸就想 哎呦我去 这姑娘是不是我亲生的 口味咋那么重 所以说 父母不了解我们 现在这个生活的状态 所以我们会产生误会 亡羊补牢 为时未晚 拿出手机赶紧屏蔽二老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TG 我跟你讲这个 我听你说完话 我当时恨不得就起你身上 来吧 快快快 大冰老师啊 你讲了两派 前面说日记 是后面说高晓松话 是的 是的 先说说日记的事 你小时候写完日记 都锁起来了对吧 对啊 给全班同学传阅了吗 没有啊 对 可见日记跟朋友圈不能勒比 因为朋友圈发出来就是给朋友看的 是的 日记写出来是留给自己的回忆 这两者有本质区别 对啊 所以前半段 对这个变题没有任何关系 对吧 我讲故事的吗 前半段 很好 谢谢 好的 您说很清楚了 日记当然不给大家看 因为日记跟朋友圈 那根本又不是一回事嘛 对 所以我跟你说我讲故事 你咋听不懂我说话呢 我说说 对 所以呢 反正我们聊聊小时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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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那个妹妹只发了六个字 高晓松 我爱你 你也是的 你差点亮成了一起东北北军 对吧 好 如果他多发一点朋友圈 把高晓松的歌也发一点 高晓松的文章也发一点 高晓松的小松奇谈 你也能发几次到自己的朋友圈上 他爸爸更多地了解一下他 是不是更好 关键是他没发呀 说得多好啊 所以 刚才你有提到 真正的问题 不在于父母了解我们 在于父母了解我们的 还不够所有误会 朋友圈就是那条桥 让父母越来越多地了解我们的方方面面 换句话说 你妹妹刚才的问题 主要出在朋友圈发的不够多 不够深 多发一点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不仅解决了高晓松的问题 还能解决他们的父女关系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呀 我觉得这样是挺好的 但是 但是是什么原因呢 听我说 挺好的 你刚才说是 是一条桥跟父母的 但是她姑娘恰好就 没搭上这根桥 所以就掉下去了 说得多好呀 朋友圈这个桥没搭上 就掉下去了 该不该搭 我们讨论的是该搭 但是 该搭 谢谢 好 最后 谢谢 非常感谢 好的 好的 等一下 我最后一句话总结一下 人家都还用转接我 你还总结一下 一句话 你刚才谈的 都是孩子的心态 是对的 因为只有当孩子 是孩子的时候 才把父母当父母 一个成熟的人 要把父母当朋友 所以他们应该在朋友圈里 谢谢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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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小孩子在拍手 我很担心你的舌头 激发他的手指头的欲望 这个我是真没有的 好 我们该反方了 来 屏蔽父母其实分为两种 刚刚大冰老师说的是 不让父母看自己的朋友圈 那也有 就是我们把父母的朋友圈 也给屏蔽掉的 就是父母朋友圈的内容 我们也不看 这也算是屏蔽父母 我想说一说这一种 其实我们屏蔽父母朋友圈 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他们每天都在 刷屏一些心灵鸡汤 和生活小常识 比如 女人 请放下这九样东西 你会变得无比优秀 或者是 看到这尊佛 请在八秒钟之内转发 咱们中国人都得转 之类的 所以我们以后觉得神烦 然后就把他们给屏蔽掉了 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恰恰 应该关注父母的朋友圈 因为我们应该 做父母朋友圈的安全卫视 其实 父母在网络世界里 他们就像孩子一样 他们是充满好奇 充满热情的 但是呢 他们的辨别力可能有一点差 他们好不容易从偷菜 变成了玩朋友圈 可能他们就会被各种 什么心灵鸡汤铁 养生铁 保健铁 他们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一点 就是你们的父母 肯定特别喜欢 在朋友圈里发那种保健铁 因为他们很注重健康嘛 但是其实他们并不知道 朋友圈现在已经是 健康类谣言的重灾区了 而且这些保健铁 都会用一些非常吓人的字眼 去蛊惑我们可爱 纯真的父母 比如说什么 致癌 身亡 震惊了 转疯了 99%的人都该看 所以我们父母就会觉得 哇这些东西很有用 之前有一个在朋友圈 盛行的一个保健铁 说的就是 什么你每天按摩颈部几次 三个月治好颈椎病 然后真的有父母会照着去做了 而且推荐给别人 后来他们发现 他们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后来有专家出来辟谣说 这就是朋友圈里的伪科学 所以你作为父母的孩子 他们朋友圈里面 唯一的年轻人 你不帮他们辨别 谁帮他们辨别 最后说几句鸡汤 就是小时候 父母带我们看这个世界 带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 真善美和假丑恶 现在他们老了 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精彩 但是父母的世界越来越小了 所以我现在 我不可能去屏蔽我父母的朋友圈 我想牵着他们的手 去看这个世界 第一季奇葩说 片头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40岁以上人群 请在90后陪同下观看 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父母想看看 这个精彩的多元的世界 子女想要牵着他去看看 所以监管父母安全上网 人人有责 不要屏蔽 谢谢 最近有一个电影叫道士下山 首先先来讲一下陈铭的问题 你少拿朋友式的父母来扰乱视听 有朋友一样的父母 但是父母永远就是父母 不可以等同成朋友 我可以跟我的朋友一起洗澡 我这么大了 你叫我在我爸面前裸奔 你瞎不瞎流啊 还有这个给我撒鸡汤的 又跟我说什么 爸爸妈妈我们要带他去看看世界 什么什么 是啊 你牵着你爸妈妈去看呢 你给他看朋友圈干嘛 不然照片有用吧 对不对 那么付出一点行动行不行 别老放在嘴巴里面 接下来我要开始撒我的鸡汤 也是不容易啊 这些老母鸡吃的挺多的 我认为 屏蔽父母 反而是一种尊重父母的一种行为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我是一个演员 我是个变手 回到家里我是我父母的孩子 像我今天很简单看过 各位老师 比我年纪大 我必须得教育老师 这是一种尊重 这是一种礼貌 看到你们这些小孩子们就 然后滚开 为什么 就是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这种可怕的姐姐的 就是每个人 在每个人面前的一种态度 我不可能今天看到妈老师 老马很久没见了 不行不行了你 不可以的 就像爱丽我一直很后悔 因为我没有想到 如如竟然公然挑衅 我一定让所有的九龄恨的父母 来看这个节目 你想如果爱丽的爸爸妈妈 看在舞台上 我想骂他绿叉XXX的时候 他妈怎么想我呀 在这里我要跟二老说一声 非常不好意思 我要道歉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不屏蔽父母圈的话 天呐我在这里从头道歉到尾 肖肖也是 你妈妈也会看的 你想和你妈妈入看这个节目 你整天这个呢 ABCDEFG乱不让他 不能看到 不让他看到是不是 不能看 开玩笑 必须得屏蔽是不是 屏蔽 你还能演得更像人吗 也就是说你在你父母面前的时候 你必须保证一个什么样子 那就是一个孩子 应该有的那样一个样子 这个鸡汤撒得好像不怎么样 看来我不太合适撒鸡汤 老鸡不出汤 老鸡吃小鸡 等会儿我找你啊 你给我等着 那个李逵你继续 音乐才是还一卷封李逵的 那河湘东流啊 天上的星星藏北斗啊 随随随随随斗啊 随随随随随随随 随随随随 随随随随 其实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 发朋友圈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 如果你跟你父母合得来的情况下 你无论发任何朋友圈 都没有问题的 但当你跟你父母合不来的情况下 你发任何事情 都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打个比方 你跟你父母合得来 你发张照片 凌晨两点钟起来撒泡尿 哎哟 跟你妈妈合得 宝贝 你早点睡 如果你跟你爸妈不合适的话 父母会说些什么话 你怎么晚上两点钟还没有睡觉 你到底在干些什么事情 将对身体跑 巴拉巴拉巴又说戴一圈 这很简单就像我马威也跟我说 他咳嗽一声 他爸以为他得了癌症呢 所以这个时候 有的时候会因为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 会引发一个非常大的血案 这个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爸妈妈妈 稍微的屏蔽一下呢 真给力 说句实话 有一些孩子们 确实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交往的 不是特别顺利啊 关系不是特别的好 可是每个人都很害怕说 我今天屏蔽了朋友圈 就告诉所有的人 我是个不孝的孩子 每个人都害怕被这个孝道所捆绑住 今天我可能没有什么立场 讲这句话 因为我是被父母疯狂的爱着的 这样的一个孩子 可是我为什么还要屏蔽朋友圈 因为我不需要他们受到伤害 作为一个孩子 就应该有个孩子的样子 我希望尊重我的父母 谢谢大家 你有没有看过也有这个路数的变手 有 就是很惊人吧 大妈型的可是可以看得到 他如果进菜市场 别的女性应该休想买到任何食物 好 闪上 谢谢大家 刚才田田姐说 这个分情况嘛 我们和父母合不来的 我们要屏蔽 如果我们觉得和父母合得来的 其实朋友圈还是一个加分点 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彼此 她提醒的是各位 如果你们觉得和父母合得来 请拍蓝灯 这是片面的 田田姐说 每个人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和父母扮演不同的角色 和朋友扮演不同的角色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 其他人需要的角色 而父母想看的是你 各种各样的角色 今天 就像田田姐所说的 我们不谈孝道 我们只跟着这个情境走 感觉一下这个感觉 对不对 我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 我原来嘛 写过微信公众平台 在大学的时候 当时就自己写文章 很多文章 很有可能是没有那么正能量的 很多是拼音语的 我妈妈就知道 我有这个微信公众平台 所以她就关注来了 关来之后 她觉得 哎呀我的儿子写得真好 你知道她号召她身边 亲帮好友啊 都是各种叔叔阿姨 我在微信公众平台 看到来自 黑龙江7号的IP那么多 我就知道 都是他们一定关注来了 所以在我不断写 这样的文章的时候 有一天我妈妈跟我说 说 儿子 你呀 这个年轻人 你得写点阳光的东西 你得写点正能量的东西啊 你得影响别人的 你别搞那些 那个怪阴暗的 那个可不行 我这时候感觉就不太舒服了 我觉得我和我妈妈有隔阂 她再加一句 我们身边的这些 你的叔叔阿姨们看了 也都这么觉得 所以我当时做一个决定 当天我就把他们 拉入了黑名单 哎呀我太生气了 但是事情发生的 比我想的还要快 在晚上 我妈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问我说 大儿子 妈妈为什么看不到 你的文章了呀 她看不到了 她可难过了 所以我不想和对方 掰着什么道理 我不觉得爸爸妈妈 来看到那个东西 不断地给我打电话 烦我这件事 让我特别心痛 让我心痛的是 当我听到我妈妈那一句 她不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看不到你的文章了 在我妈妈的时候 我觉得我这儿子 当得好差呀 所以我就把他们 从黑名单里拿出来了 拿出来之后 哎 效果很好哦 他们再也不提我 文章言语的事情 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 父母也是要调教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发现 我们和父母 大家都知道 差别有很大 但是我们宁愿 这些差别暴露出来嘛 我们交流交流嘛 两代人之间的关系 不会说因为你这一点 我不理解你 我就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母女关系的 不会这样 没那么严重 我相信我们 把这些事情暴露出来之后 我们反而能够形成和解 对不对 所以啊 我希望 我们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和他们讨论讨论 永远好过于当你父母 刷你朋友圈的时候 他打开你的朋友圈 发现只有一道细细的横线 谢谢 细细 给我们体力 好 今天你为了不让父母担心 你是不是要把所有的细节 都发到朋友圈上 不是啊 好 什么不发 我也不是和所有的朋友 都发所有的信息 对对对 每个人自己的心中 来 每个人自己的心中 都会有一点点秘密的 连朋友圈都不会发 好 那你想让你的父母 看到什么样的秘密 我想和父母看到 我生活当中的一切 今天要妈妈给我打电话 好好 今天要妈妈给我打电话说 说儿子你能不能 就是今天录节目 来照点照片 给妈妈看看 他说了三遍 他太想了解 好 刚才他的一个矛盾是 我不想让父母 知道我的一些秘密 但是我又想 父母知道我的一切 所以 这是第一个矛盾 哎呦 好 你们先自拍 行 今天自答第一个矛盾是 他妈咬你 我想让父母知道 我一切的秘密 但是我又不会 告诉我父母的一切 对不对 哪些秘密 不想让你父母知道 这些东西 我也不会在朋友圈发 一定要注意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你不想让父母知道 我这个秘密连你都不知道 好 所以你的这个秘密 就是不想让父母知道的 就是不想让全世界知道的 全世界都不能知道 剩下的事情 父母都可以知道 对不对 好 知道了 我戏戏完了 等会儿给你总结 你戏完了 你可能要等一会儿 你就赶紧走 对 好 那来我总结吧 刚好就是我的环节了嘛 对对 其实今天斯达他们那一方 装了一个世界上最清纯的 什么意思 今天我打开了我的朋友圈 但是我网上发东西的时候 我会筛选掉我心中的一些秘密 什么意思 我打开了朋友圈 却把秘密藏得更深了 宁方说的 要搭起那座桥梁呢 宁方不是不想让父母担心 想要父母知道你的一切吗 可是宁方把那些父母 最担心的东西 视为秘密藏了起来 把父母觉得 不怎么担心的光荣的一面 放到了朋友圈上 您当时只抱喜不抱怨 所以今天对方的这个假设前提 首先不成立 来 接着说到我的观点 今天我们谈论任何一件事情 要不要的时候 无非两个字 第一个字是情 第二个字是理 我先从理上跟大家分析一下 今天什么叫做理 我们每一个人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都会不可避免的 与父母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们的隐私空间会越来越大 从第一本被锁上的日记 到第一扇被关上的房门 以及到最后 我搬出家门成家立业 这是一个人类 所无法抗拒的隐私 越来越大的一个社会属性 在这个过程当中 父母从来没有放弃过 想要窥探的欲望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父母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给我充足的理由 我告诉我你为什么一定要看 孩子也不是不讲理说 你一定不能看 如果你父母能够说服我 能让你看 可是对方今天给的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父母会担心嘛 可是大家想一想 因为我担心你会做坏事 所以我必须知道你的一切 这种思路其实非常危险 也许你们会认为 在家庭领域谈理 好像有点过于冰冷 我就跟你来谈情 今天首先第一个情 是我自己的感情 我是一个情斗初开的人 我在我的朋友圈 发了一个朋友圈说 十分钟的恋爱 虽然有一点短暂 但你的微笑将我的遗憾填满 非常简单的一句歌词 但是我的父母在说 上课你又瞅人家 傻小子笑啥呢 你都不能好好学习吗 你一天到晚 傻小子 你一天到晚不能好好学习吗 你以后怎么办呀 你以后出了社会 要不要好好工作呀 这个时候父母的那番话 把你的那种美好的泡沫 全部击碎 那个人本来是你口中的 一颗水果味硬糖 但是因为父母的介入 他变成了一个早恋对象 所以你们有觉得 你的这个秘密 因为父母的介入 而变得不再那么美好 所以你的感情被打击了 第二个感情 父母的感情 我们发现 我们有的时候发朋友圈 是在吐槽一些夜深人静 自己心里不开心的情况 可能我会说 今天晚上睡得不太好 是因为想起一些悲伤的事情 我发到了朋友圈上 但父母看到之后 他们除了担心能做什么 我们和父母之间 有太多的隔阂 我们和父母之间 有太多的代沟 我们和父母之间 有太多的距离 很多时候 他们的手已经伸不过来了 但是他们的心 却一直在你身上 这个时候 你将朋友圈发了出来 你除了让父母 平添担心之外 他们做不了任何事情 所以你这个时候不屏蔽 反而让他们更加担心 你不是想让父母 拥有一个无忧无虑的晚年吗 你伤了父母的情 第三个情 你说 今天我就想不让父母担心 我发所有好的东西 在朋友圈上 这个时候 你的朋友还是要看的 你的朋友 难道不知道 你生活当中是个什么 但是你在朋友圈上 表现的一个 非常完美的巴逼豆 你的朋友就会觉得 这么装 屏蔽 你不屏蔽了父母 却被你的朋友屏蔽了 你伤了朋友的情 所以综上所述 无论从理 从情来说 都要屏蔽父母 谢谢 这个你在班上瞅着哪个小伙子 没有了 我用了十分钟的恋爱 说的是小S小时候了 对吧 我会唱的 有 小S小时候的恋爱 虽然有笔电短暂 你的笑容 让我心中所有的遗憾 下课 好 谢谢 好 谢谢 非常感谢花希 非常感谢你 你刚才把我很多很多 我要说的话都说了 花希 你刚才说我们与父母 渐行渐远 你说我们跟父母之间 有了太多太多的代沟 我们很多很多的 支言片语的信息 被他们了解到 很有可能会被误解 很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担心 当然了 父母离我们越来越远 从18岁开始 我们和父母就是 渐行渐远的 像两条不至于 一个轨道上的列车 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都是一部电视剧 一集是一年的话 前18年 父母完全地参与了 从18年之后 父母阶段性地参与了 从我们参加工作 在另一个城市 开始自己新的家庭 新的生活 他真的不知道了 这就是这么多代沟 就有这么多鸿沟在 今天我们双方的区别是 怎么对待他 你选择的是屏蔽 你担心他了解 知言骗语 所以留给父母那一条横线 你觉得这样 他就不担忧了 我们选择 哪怕做一点 哪怕不够 我们从打开 我们的朋友圈开始 我父母跟我不在一个城市 我从大学到现在 十几年时间 现在每天 有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三句话 父母打电话就问三句话 吃了吗 吃了 热不热那边 还好啊 今天时间休息得好不好 不错哦 不错哦 电话就这样了 我们聊什么 我们聊什么 我们不知道聊什么 有时候我跟他说 我说我前段时间 跟马威威一起 打了一场变成 马威威是谁啊 当他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停下了 我停下了 我怎么解释 这是一个那么长的故事 我从哪一段开始讲起 我从哪一段开始讲起 我承诺了 你知道吗 解释不清楚 真的解释不清楚 所以 这就是在见一见远 你知道亲情都是楚出来的 十八岁 你觉得父母那些念念叨叨 那么心烦 你三十八岁的时候 回头看 多甜啊 没有了 我在武汉 他们在黄石 距离不算远 聊什么 聊什么 我感谢朋友圈呢 有很多事情 他没有重要到 我要专门给他 发一条短信去讲 打一个电话去说 但是有朋友圈这个东西在 我今天发一条 我今天发一条 我吃饭的 明天发一条 我的孩子今天一岁多了 我也发一条 这就是话题 你刚才说的父母 是出于担心 要看我们朋友圈 我从来没有这么讲过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早就过了那个年纪了 现在 我只想跟我们 那个渐行渐远的父母 不要越来越远 我们拉一把好不好 今年我的父母 已经60岁了 我们距离虽然不远 我现在每年见他 过年 亲民 五一 十一 又到了过年 甜甜姐姐说你去 我想啊 我想啊 工作要不要做 就这几个段时间 有假期啊 我怎么去 我一年见四次 我觉得 我不错了 我觉得每年见都很开心 但时间就那么短暂 他们已经60了 按平均年龄来算 他们活到80岁 还有20来年 一年四次 80面哪 这是我们最亲的人 一辈子 我也许见他不超过80面了 你 你让他在朋友圈里 多看一看我的容颜 怎么了 有错吗 最后 最后我要对甜甜姐 做一点小小的解释 甜甜刚才说了有一句话 特别好 我把它记得下来 我们说 就要让父母觉得 你永远是个孩子 不要让他看到你的一切 这就是对父母的尊重 不是 我的原话不是这样说 我们到时候 孩子在父母面前 就应该有个孩子的样子 很好 我要告诉你的是 永远 真正对父母的尊重 不是让他在他面前 永远像个孩子 父母最喜欢看到的是你的成长与成熟 因为我有一个女儿 我有一个女儿虽然才一岁多 她不会发朋友圈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对父母 从古至今有个重大的误解 我们一提到父母 父亲那个威严如山的形象 母亲絮絮叨叨 又很敏感的那个形象 那就是父 我告诉你装出来的 我当爹了我才知道 那都是装的 几千年传统话告诉你 父亲就要有个父亲的样子 母亲就要有个母亲的样子 孩子以为父亲和母亲 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我现在在我孩子面前 正经微醋 我跟他说 小心 这个事情不能做 特别像个爹 我天 我跟你讲 我就是个孩子 我们父母在我们面前 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孩子 我理解你们那么多担忧 这东西不要让他看 齐巴说我不能让我爸爸看 父母什么没有看过呀 这就是我刚才 最先开始跟大明说的那句话 当我们是个孩子的时候 父母高高在上 我们要保留自己那一点领域 是的 那是个孩子气的选择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就是把父母当作自己 推心致富的朋友 他们是平等的 他们只不过给予了我们 来到这个世界上一趟的生命 除此以外 我们所有的人格 我们所有的精力 我们所有的权力 与生活中相处的方式 都是决然平等的 就像对待你的每一个朋友那样 对待你的父母 这才是对父母最好的尊重 谢谢 来吧 我要揉你的 说得好 我刚刚几个对他哭了 真的 我真的为全场所有的 我担心 来吧 我要揉你的 来吧 我要揉你的 这个 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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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看 看吧 我不 我不 我不去 看 看吧 直接 直接 直接捏 捏 捏就行了 大 大 大的随便 揉 黄魔点的是 你让肖肖来说 好吗 刚刚陈敏提到一点 她说其实 要跟父母保持一个朋友的关系 然后你说 父亲该有一个父亲的样子 但是我说真的 我妈还觉得男孩 应该还有一个男孩的样子呢 但我就是这个德性 你知道我有什么办法 所以大家知道 我在我们家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我穿得跟陈敏儿似的 说话跟艾莉似的 你们懂吗 所以我觉得说真的 当父母年纪已经大了 我不想把自己真实 最真实的一面给他看 我在我的朋友圈 每天发一些特别狗血的东西 半夜谁陪我吃个宵夜呀 谁今天有空陪我去唱个歌呀 哎呀我这些是发给一些 就是特定的 或者是有暧昧情愫的人看的 你懂吗 真的我还以为是发给我的呢 就是你呀 你不知道啊 你还是把我屏蔽了吧 我们都没看到 所以大家 我们都没看到 你看过呀 就只有你看到了 真的 没有别装饭 我现在就屏蔽了您 所以刚才陈明说 要跟那个父母像朋友一样的相处 要去尊重父母 但说实话 我宁愿让父母看到我的一个假象 只要他开心就可以了 我不介意在他面前做一个虚伪的自己 你知道我妈烦我都烦我 哪有成都呢 你跟你爸是半天见不了面 我没事就回成都 我妈说你怎么又回来了 烦死我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刚才田田说的特别对 我真的是严防死守 所以我不想让我妈看奇葩说呀 但是我妈不知道 从哪儿得到一个什么小道消息 真的我太红了 我妈就还是把奇葩说给看了 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父母想了解你 他有很多的途径 包括你的高中同学 你的初中同学 你现在的朋友等等等等 就给我们那个朋友圈一片净土 别让这片自由的天空飘来一朵乌云 行不行啊 你 你说是奶头啊 好 来 陈铭 小小刚才有问我对不对 他说你在你家里的时候 在你父母面前的时候 表现得像不像一个儿子的样子 其实还蛮有儿子的样子对吧 至少像一个男人的样子 你看你有严防死守 对吧 你希望呈现出那个 你认为父母看了会开心的样子 对吧 你做了你所做的一切 对吧 做到了吗 做到我妈爱我爱的了解 你妈妈现在了不了解 那个真实的你 就是说真的 我觉得不需要让父母了解完全 我告诉你 肖肖 我真的 我负责任地讲一句 父母看到一个孩子 从生下来开始 长到18岁 你真真心心是什么样子 你的所有的妆 他全看在眼里放在心里 你真的以为他不知道吗 你所有想保护的那一切 所有的在他的眼里心知肚明 你今天如此之红 你深夜出去吃一个小龙虾 都会有路人拍 你真的以为奇葩说 你没有发朋友圈 妈妈就不会看 做一个父母的心 从你第一集开始 他可能每一秒都没有落下 但他从不告诉你 唯一的原因是因为 他觉得你不愿意你告诉他 我知道你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对待你的父母 我丝毫不干涉 我要站在父母的角度讲一句 如果真的是我的孩子 我看到这一切 我真正地希望有一天 他把这一切真真实实地 与我分享 那是我一个做父母 最幸福的时刻 谢谢 陈明说 他作为一个父亲 要在自己的孩子面前 表现出父爱如山 你是不是屏蔽了 你心里面猥琐的一面 你在你的孩子面前 没有屏蔽你自己吗 你屏蔽了 萧萧地回家面前 当一个男人 他有没有屏蔽他自己身上 上面有那么一点娘的一面 他屏蔽了 所以今天 今天陈明所有的观点 恰恰论证了我方立场 就是该让父母看的 让父母看 不该让父母看的全屏蔽 该让孩子看的让孩子看 不该让孩子看的全屏蔽 您论证的是我方立场啊 给我错过了 谢谢 刘萧 刘萧 像你这样的儿童 适合参与这样的讨论吗 恰恰是因为我这样的儿童 所以我不谈孝顺 我谈成长 非常好 大家没有想过 今天双方陷入一个误求 在于他认为 父亲会导致我们有很多误解 可能会打扰我们的人生 可你没有想过 在我们人生 在青少年之前的阶段 我们的人生是谁引领我们成长跟见识的 是我们的父母 对方讲了很多很值得担心的东西 例如你工作不顺利啊 爱情不顺利啊 你的父母都经历过 你说你暴露出你事业的担忧的一面 坦白说父母早就知道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你认为爱情上可能有缺陷 你怕父母担忧 父母早就知道爱情必然会有缺陷 你暴露这一点没什么 恰恰是可以给你父母一个机会 教导你如何学着去成长 这就是我的观点 谢谢 其实我觉得双方的探讨啊 说真的有点陷入一个死胡同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每一家的父母相处模式是不一样的 你们有发现 有一些父母 你袒露一切缺陷给他 他都无所谓 有一些父母 你袒露一点缺陷给他 他就希望你立马改正 我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个人经历和家庭经历说事情 其实我觉得朋友圈 应不应该屏蔽父母这个视角 我们打开一点 想想我们是不是在探讨社会已经进步到了 我们对于传统的亲子关系 可以有一些新的认知 新的改变 和新的形式 什么意思 过去我们中国人讲啊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 要父母之言 媒妁之命 我们的事业要遵从家族的安排 对不对 所以你们会发现 我们先天的在过去会认为 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的一个部分 是家族的一个部分 所以当这个时候 无论他是以关心的旗号也好 以引导的旗号也好 以保护的旗号也好 以好奇的旗号也好 他可以以任何一种正面或者负面的旗号 来占据你的全部生命 可是实在进步到这一天 我们是不是可以试想一下这样一种可能 就是其实我们在出生的时候 父母没有太征求我们的同意 我在我还不了解人生的时候 我就已经进入了人生 这叫被人生 好 那么我渐渐长大了 我有没有这样一种自由 在我18岁以后 我去选择我的生活 甚至我去残忍一点说 我选择我尊重我的父母 可是我跟他没那么亲密 我有没有可能 把他当成一个比较疏远的朋友 这样说起来蛮残忍的 可是你知道吗 朋友我们可以选对不对 爱人我们可以选对不对 可是父母们从来没得选 那当我们没得选的时候 我能不能尽可能地在养活他 尊重他的情况之下 我有一点点可以选 就是我有一些秘密 我有些心情 我有些人生道路的选择 不好意思 爸爸妈妈 我不想告诉你 也不想听你的 哪怕你会伤心 好 没有了 是吗 没有 我没有了 好了 我们进入到 这张桌子上的辩论吧 包括你本人在内哦 你需要我替你主持这段吗 好啊 来 沐浴拿来 你很想敲对不对 好 现在回到了我们桌上的辩论了 那据我所知呢 我们的金星女神你是在 认为应该要屏蔽的那一方 是的 然后马东也选择应该要屏蔽那一方 S选择不要屏蔽这一方 是 我永远在你这一方 所以呢 我们现在应该先让初次加入我们奇葩说的S 好 我们先听听他的意见 你一开始的时候选择不要屏蔽 是因为 因为我觉得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你屏不屏蔽 你回去试试看屏蔽 你妈你看看大得了大不了 他就说你干嘛屏蔽我啊 我就说好吧那就不要屏蔽 这件事没那么严重 所以你认为是件小事 所以何必屏蔽呢 是 那你可能必须要分出来 屏蔽与不屏蔽之间 哪个杀伤力比较大 所以是不是被屏蔽很严重 所以妈妈一说你赶快就不屏蔽了 是这个原因吗 如果我妈会嚷嚷的话 我就想说那就不要屏蔽她 好 所以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了 就是你觉得因为事情太小了 所以不要为这个母女吵架是吧 对 那你刚刚听到了他们这一方的说法是 天下的母女不像你们这对母女 什么都可以聊的 很多母女处不来 所以你有想过别人也有不同的母女吗 还是你认为全宇宙只有你们这对母女 我觉得 我以为世界上只有我这个人 你们是谁啊 你们 怎么会有其他人类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是道具 我们不是宇宙的主宰吗 你是啊 我说可以 不要屏蔽就不要屏蔽 我知道说到了 所以你觉得 如果听到他们刚刚各种为难 各种爸爸妈妈跟各种孩子 有各种关系的时候 你认为是不是也是件小事 就让他们屏蔽算了吧 是不是 对 就是你们的任何面貌 我想父母都了解吧 就是要屏蔽不屏蔽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所以如果被孩子屏蔽 他们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 哎 这就是我孩子嘛 我孩子就是这种 会屏蔽爸爸妈妈的人 所以我就认了 对 所以你还是觉得 不用屏蔽 那你刚刚讲了说 如果 如果爸妈觉得孩子是爱屏蔽 爸爸妈妈的人 是可以屏蔽的 好 那我回家好不好 没差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重要 好不好 OK 让我回饭店喝一杯好不好 对S的立场就是 以他母女做例子的话 他是选择不屏蔽的 嗯 可是如果讲到别人家的时候 他不知道世界上面有别人家 所以说这样 对 多么充足的力量 好 然后请问 你们两位谁要先讲 我先讲 肯定我先讲了 我觉得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在小的时候 我们不认知世界的时候 我们都依赖于父母 当我们有一天长大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 独立摆脱父母 并不是不关心父母 不让父母看到我 而只是跟父母保持一个距离 因为父母也好 子女也好 哪怕再亲的人 他都有自我空间的 屏蔽 只是一个现代生活中 所产生的一个交流结构而已 如果有一天 我儿子我的女儿 把我屏蔽掉了以后 我会有点失落 但我不会难受 因为我知道 她长大了 她早晚要离开我的 妈妈 我需要有点空间 现在有些事情 我不想让你知道 我会失落五秒钟 但我同时高兴 可以了 我可以往后退一步了 我不要24小时的 把我的天线打开 我的孩子怎么了 这样 所以我觉得 从一个正面角度来讲 孩子如果主动屏蔽父母的话 他可以独立面对社会了 这是一个好的 这是一个进步 所以我觉得屏蔽 是他成人了 独立了 好事情 等一下我发言 发言后 马东毕竟是议长 所以他依然拥有优势 就是他是最后一个发言 而且他说完之后 不准有人再发言了 那沐浴召唤给你 因为我怕你等下 要报那个赞助厂商的事情 我不太比得上你 报厂商的方法 我先说你最后说 我今天想讲到 不是屏蔽屏蔽这件事情 不过我提醒设计微信朋友圈的人 就是社交网站 尽量闪避负面的人际关系 为什么微博上面只有按赞 没有按不赞的 因为人很难承受负面的评价 我想过为什么我们人这么脆弱 就是S跟我 我们都会有很多人给我们按赞 S因为全宇宙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他不太知道有别的网友 有留言给他 可是正常的明星都知道 网友会留言给他 我碰到的所有明星 再大的明星都一样 有一万个给他按赞 只要有一个人骂你 下流鬼王八蛋 你就会看到那一则 你不会看到另外 九千多则的说 你好棒你好美 你就看到那一则说 你不值得活在世界上 你是个人渣 我想过我们人 怎么这么跟自己过不去啊 九千多个称赞你的你不看 你就看那一个伤害你的 我觉得是因为人的基因设计如此 我们是在世界上求生存的动物 我们到了森林里面 我们看到小白兔跳来跳去 跟我们微笑 我们看了就走开走开 突然有只老虎出来 我们立刻看到那个老虎的脸 因为我们知道小白兔 跟我们没关系 它微笑也好 我都不会死 可是一只老虎 对我哼一下 如果我不警觉 我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人类被基因训练到 我们对正面的东西 没有什么反应 可是负面的东西一来 我们就得有人威胁我们的生存 所以社交网站 一万个人按你赞 只要有一个人按人渣 你就吃不消 社交网站的设计者 当初很贴心的 不给我们往下的拇指 他们给我们往上的拇指 他就是要避免有一个人吃不消 每天都被人家按往下的拇指 好啦 可是 他们忘记了 屏蔽这两个字很伤害人啊 屏蔽这两个字不是好字眼 就是 小S屏蔽了我 我没有办法用很长的文章说 S有一些他自己私密的角落 不想被我知道 所以他在我面前扮演的是 小S的角色 我应该觉得心安理得 我不是 我就直接收到说 我被屏蔽了 我如果被他屏蔽了 我当场立刻就 打电话过去说 你搞什么鬼啊 你要想死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屏蔽不是个好字眼 屏蔽简直是我们遇到的 社交网站当中 唯一一个令我们不愉快的功能跟字眼 所以 藉此提醒设计社交网站的人 你们把屏蔽两个字 改成一个别的柔和的方法 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我好像能够跟爸爸妈妈 争取到一些 别的爸爸妈妈 可能会不放心小孩的事情 我觉得你要从小 就让你的爸爸妈妈知道 他们生了一个怪孩子 我念完书 回到台湾的时候 有报纸找我写文章 每个礼拜六写一篇专栏 我当时就想说 报纸是全部的人都看得到的 那个报社的老板 是我爸爸的打麻将的朋友 所以我要下笔写的时候 你说我要写什么 就我第一个礼拜就写了 就是我爱爸爸 我第一个礼拜就写了 就是内裤有多美丽 就表示这个人有多寂寞 我就说 为什么有的人外衣不讲究 内衣却很讲究 因为他准备好了就是 我脱下外衣的时候 才是显示我多么想要你的时候 我写的时候 压根都没有想到 我爸会看这个事情 然后报纸看出来之后呢 家中一片安静 没有什么反应 可是到礼拜天呢 我爸就把这份报纸折好 放在我桌上 他帮我收好 以后每周六 不管我写多么下流的东西 他都帮我折好 放在桌上 然后呢 我主持节目 他看到说 哦 原来我儿子不是疯子 他也会主持节目 他就知道他小孩怪怪的 可是他一步一步地调整 他对我的期望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 你不要有惊天动地那种 一夕之间 忽然把你爹妈吓死的 那种行为 你要逐步地释放讯息 这样子呢 他也许比较能够理解 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 所以我今天跟S站在一起 所以S的世界上没有别人 那我的世界上也只有S 好 所以 对不起各位 我今天只好如此 那 好啦 我酬劳分你一点啦 你酬到那么高啊 蛮高的 给错了吧 所以最后一棒呢 我们交给马东议长 然后依照规矩 马东议长发言之后 不可以有人再发言了 哎呀 压力很大 从来没有想过 要站在一个立场上去 去 期待着啊 完全是为了博女神一笑 既然是辩论双方嘛 我就要从康永哥的话 开始入手 康永哥提到了 我们今天这个辩题 叫朋友圈要不要屏蔽父母 他说屏蔽这个词 不是一个好词 我不同意 因为我觉得屏蔽的另外一层意思 大约是保护 它好像从我出发 我屏蔽了你 但其实这种屏蔽是隔离 是保持距离 如果这个保持距离里面有爱 就像我们对父母的爱那样 那就是一种保护 所以我愿意相信屏蔽 是一个中性词 它让我们留下空间 以保持我们各自 对因价值观不同 而容易产生冲突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跟父母的关系 另外 我的朋友圈 我刚才看了一眼 2385个人 这里面我屏蔽了两个人 一个是我妈妈 一个是我妈妈的阿姨 因为 我就算屏蔽了我妈 我不屏蔽她的阿姨 也跟没屏蔽是一样的 我屏蔽我妈为什么 我特别希望有一个小S的妈 那样的妈 就是可以站在他们的现场 和剧场里面 开心 分享 但是我妈是一个特别紧张的人 我父亲是一辈子的演员 但我妈从来没有在 我父亲的后台待过 我是一个主持人 很多人熟知 但我妈妈从来没有来过 我的工作现场 因为她紧张 这就是我屏蔽我妈妈和她阿姨的原因 我理解这是一种保护 我们今天题目叫 朋友圈要不要屏蔽父母 朋友圈是微信的一个功能 微信是科技进步到今天这个手段 极大的降低我们通讯成本的一个科技产品 极大的进步能够使康永哥和小S都在台北 但是我的对他们的问候和联系 在一秒钟之内他们就能够得到 这是巨大的进步 但是就像大家都知道的 这世界上没有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东西 我相信通讯科技的进步 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 但如果非要说有些坏处的话 就可能会是有些东西你不愿意看到的 你会看到 有些东西你不愿意被别人看到的 会被别人看到 我觉得腾讯公司那帮做微信的人 这时候看这节目肯定会说 你们傻呀 你们讨论朋友圈要不要给父母屏蔽 我们还有其他功能 我们有群呐 我们有一对一的微信呐 你跟你爸妈建了群就你们仨 天天骗他们多好 你给你爸妈主动发个微信 把你想告诉他的 甚至没有发生的事都告诉他多好 如果你跟陈明一样一年只能看他四次的话 所以我们有那么多的手段 可以去维系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 何必非要在一个屏蔽和不屏蔽上较劲的人 所以屏蔽父母是一种对自己的尊重 对父母的保护 你拿起手机买来新手机 装上微信的第一件事 屏蔽你的服务 谢谢 好 马东先生发言完毕 我觉得大家现在还在消化马东所说的话 那我们最后投一次票 好 我们倒数5 4 3 2 1 好不好 5 4 3 2 1 反方 获胜 谢谢 监管父母安全上网 人人有责 不要评比 谢谢 两代人之间的关系 不会说因为你这一点我不理解你 我就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母女关系的 会这样没那么严重 就像对待你的每一个朋友那样 对待你的父母 这才是对父母最好的尊重 这位老师 在你们的那个题板上写下 反方本场最佳变手 小吉尔 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 参与话题不动 和全世界的申请并做朋友 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 每天推动唇干货 为保你 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 奇葩说官方吧 写下长篇大论 洋洋洒洒 让你喷 解放奇葩 就在慢动慢不下来的 爱奇艺视频 小S在那个台湾 有雅哈咖啡吗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小S身上代言甚多 所以不能跟他聊 是这样的 好的 小S你介意 再多三个代言吗 比如说我给你推荐 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 雅哈咖啡 你记不介意 在代言一辆汽车 就是狂转炫酷 乍天的东风标志 308S 我不介意 所以小S 以一个特殊女神的身份 在奇葩说的瞬间 依然是一个 就像吃了MM豆的 豆腐一样的 开心果 这样你也扯得出来 我觉得最后呢 就是 你觉得她发表的 言论的表现 是值得一个拥抱吗 因为拥抱可以 但不至于捏她 那就拥抱啊 因为我没想到你这么柔情 是的 好 来 这位我们请三位写出你们的心目中本场能够获得 抗恶基金的最佳变手会是谁 对 直接给亮出来了 是陈铭 是 每一句话都说得很到位 打动我心 很有道理 所以你在后面专门画了这么一个开花豆是吗 是 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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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姐 为什么是这个人 他一直是我喜欢的一个变手 所以说我就给了 给他 OK 康永哥呢 我也是一样 这是 来 我们请亮提板 一个是江思达 两位是陈铭 那么获得本场由古力多燕麦牛奶所提供的十万元抗恶基金的是陈铭 其实像这种在全新的变手 这种时代 父母跟子女 全新的这种关系变化的这种话题 你说大 它可以很大 它可以涉及到这种道德几千年的变化 它可以涉及到这种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全新的成绩 说小 其实也很小 就是那个圈圈点 或是不点 圈圈就在那里 我坚信 就这场探讨中间 一定有某一个人 某一句 或者某一段话 就抠动了你的心心 就打到你的内心深处 打完了 就跟爸妈打个电话 看完了这场七八十五 就马上车表互相看看 不也挺好 你选择另一半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比如你今天走进摄影棚之前 我不是跟你讲过讲话要小心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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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个话题会伤到谁呢 我知道前天姐这不是一份小爱 而是一份大爱 这是母爱 我们希望能够登上另外一条船 航行到更远的彼岸区 你是在说我从爱情义离职的事吗 没有 老齐潘稀巧 他们是同事吗 不是 我们就是一个家庭 我们还不是家庭呢 我们 为什么你一句话 就破坏了一个家庭 沐依啊 他是用行动 证了一种东西 叫男女之间的情愫 我健身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经济检验一下 来吧 来吧 我的妈 我的妈 我的肌肉 找这么大力来摸一摸 我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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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肌肉 找这么大力说大不大 我的妈 我的妈 我的肌肉 找这么大力来摸一摸 诶 万一啊 就死宝宝了 这第二季还没完呢 我们第三季的奇葩说 全宇宙招募就要开始了 关注爱奇艺奇葩说的微信公众号 点击我要踢管在上面 填写自己详细的姓名和资料 等着你 来吧